接下來如果我已經怎麼樣把那個index這個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這要熟練 然後把它做完之後 後面還要講VB 再來就是記得把這個剪下來 做完之後插入那個index index函數的話 那當然就總共把它先貼到中間 Cover一定是0 範圍的話一定從這邊 B2 Ctrl向下到B33這邊按F4 那因為他會向右又向下 有沒有兩個方向 向右在 所以記得藍跟列都要鎖 如果你剛剛為什麼只有鎖列 因為只會怎麼向下填滿 沒有向右填滿 那因為待會我會向右 右向下 所以記得藍跟列前面都要鎖 不鎖的話呢 那就會錯誤 可是這個概念也要很清楚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對於那個 為什麼加錢的符號 還不是很清楚 有的時候其實只要加單邊 加列或加藍 但你如果加錯位置 結果就不一樣了 這一點可能要 要非常注意一下 不是說有的 當以前書裡面 或者是以前上課都這樣 全部都鎖啦 不過我覺得這樣不OK 你要你就很清楚的 鎖 你不要說沒事就全部都鎖 因為有的時候不這樣 反而讓你混淆 該鎖列就鎖列 該鎖籃就鎖 那列是說向下填滿會增加 藍是向右填滿 這個可能要清楚 按確定 然後就向右 再向下 然後再來的話 藍寬不足 我就把這四藍選起來 在任何中間一條線點兩下 他就自動填滿 自動 自動調整藍寬 OK 但是呢 第一階都OK了 但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呢 貿號前面的東西 要去掉 可是去掉怎麼去掉呢 總不能說你只會一半 那其他又在塗滿任鎖嘛 所以我想一個方法 那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剛好你可以找線索 剛好這一題的話 它有個地方可以是線索 什麼呢 錄子時間剛好四個字 那後面加一個貿號 再加下一個字 後面全部的字就是我要的 前面我都不要 所以其實這邊 基本上我在雲端上 我有放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MID MID 一個是用REPRESS 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過用MID好像比較簡單 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就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放哪裡呢 再貼到那個文字裡面的 MID函數 這個我想出來最簡單的方法 MID 然後MID把剛剛的東西貼到TES 因為就是這些字 這些字 那我要從MID指的是 你要的字從哪個字開始 STAR NUMBER 我要第幾個字 1 2 3 4 第6個字 有沒有 當問題你不能說 我直接輸入6 要幾個字 你可能要數 總共10個字 對不對 得到就是我要的 可是問題來了 第6 我怎麼知道第6 有沒有什麼線索 或者有沒有什麼訊息 可以剛好自動得到 這個資料 然後呢 當你向右填滿的時候 他也會自動 來幫你把這個字的長 因為這邊 入職時間前面是四個字 可是姓名公號這個只有兩個字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剛好欄位名稱有沒有 這個欄位名稱剛好四個字 你只要加2不就好 姓名加2不就2 3 4 剛好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線索 你要找線索 那剛好我以這個 這個叫D1 所以我就講 他幾個字 用L1 D1 然後就D1 然後就D1 這裡面 回來告訴我有四個字 那因為我要從第6個字 所以加2 等於從第6個字開始我要 那要幾個字呢 要10個字 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10個字 不過有一點 我是覺得 你可以看到剛好後面的字我全要 所以其實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剛才梳理個99 這個99的意思 實際上就是後面不管幾個字 反正我全部都要留下來 你就可以給一個 超過那個長度的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這個有點取巧 你就不用去管說到底要幾個字哦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不過會有個問題哦 我如果確定 會不會得到正確結果 會 可是如果向右 這個 這個OK有沒有 但是向下會不會OK呢 向下變成 怪怪的 怎麼怪法呢 有些不見了 有些字數不對啊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哦 為什麼這個OK 向下就不OK呢 哦原來有一個地方 就是 d1 有沒有 在這裡的話呢 向右它變成 向右因為d會變成1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話 有沒有就變這個這個就變1 有沒有 這邊就變成1 1萬有沒有 那可是你向下的時候呢 他這個底下應該 不能加1 可是你會發現他有沒有加1 他變d2了 d2就剛好抓到上面的不對 你應該要鎖住 固定在1的位置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這邊有一個最重要的點 就我剛剛講的 你應該把d 跟1 其中一個鎖起來 記得一定要鎖多少 鎖1 那d前面要不要鎖 不等啊 對 因為如果鎖起來變成都四個字 可是問題姓名公號這兩個字啊 那你怎麼可以都只是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哦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只能鎖 列 不能鎖藍 這樣才OK哦 把它按確定 向右 向下 一氣呵成 這樣就成功了 最後呢 你一樣再把d到g 旋起來 再點兩下 藍寬又恢復 OK哦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有一些情況下 我們沒有辦法用什麼 用v函數查詢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index 或其他函數 不過蠻常會用到的就是index 他就是幫我把某個範圍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的範圍 比如說單欄會變四欄 當然這一題哦 其實我還有做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呢 就是哦 這邊一二三四欄對不對 後面其實 astronauts 給我一個提 полож 就是核並 核併什麼 核併回單inar 意思就是什么 这边已经是四个蓝了 那请你帮我再把这个再放这边 这个再放这边 这个再放这边 因为其实工作里面还蛮常遇到 就是说 我需要把它分割之后 又再把它合并回来 不过这要怎么做 OK 请各位想想看 这个延伸练习题 这个第一个 这答案云端上也有 但有点困难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刚刚的方法 我不要用这个Excel里面公式做 我希望用VBA完成的话 按下它 自动完成 这要怎么写 不过我发现 以这一题来看 有时候甚至VBA好像还更简单一点 因为你会发现 刚刚这个公式也是一长串 那VBA并没有比较困难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切换给各位 刚刚的话就是把前面的栏位名称加冒号 把它删除掉 那方法我主要是利用MID 那MID的话因为它需要知道 第一个从哪一个字开始取你要的字 从第几个字开始 是你要的字留下来的字 然后几个字 几个字我们取巧用99 因为反正刚好 从第六个字以后的我全部要的话 那我就用99代替就可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用那个这个MID要的部分去除掉 或者我在云端上也有用到MID以外 像repress其实你也可以用 只是我觉得repress好像没有MID的简单 那再来的话呢 可以再思考一下 如果我又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怎么做 OK 或者说用VBA吧 不过像你这种题目啊 其实越是复杂的题目 我觉得越适合用VBA写 像这一题如果用VBA来写 相对感觉没有比较困难 我们待会再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VBA的部分